我是百大小微 一名视频制作者 我们来到了可能拥有第一个神奇的村子 与这里的祭祀教主进行一番博弈之后 我的伙伴第三仙 一把抢过村子里供奉的神物 导致我们被追杀的狼狈不堪 嗯 还是快跑吧 所以 我们这一边跑 拿了道具 也不知道怎么用啊 那不管啊 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一条线索啊 对了 是什么道具啊 看一下 说不定能找到线索呢 我看看 叫水费药水 效果是 可以在水下呼吸 我如果说 我大概知道怎么找到神器了 你们怎么想 那你倒是快说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你看 我们刚刚逃出来 现在还要再回去 这不合适吧 你意思 还要我们再回去的 你逗我呢 不急 前面有个山洞 我们躲进去再说 好像没嘴过来 好了 说说你的想法 你们还记得 我们来时经过的那个井吗 那个井在村子的正中央 而且深不见底 再加上这个水费药水的效果 是在水下可以呼吸 我就联想了一下 是不是在井下会有什么东西 你这个猜测太牵强了 首先 在这个村子的周围有一个湖 不知道你看到没 其次 在刚刚的厕堂周围也有个水塘 你都没仔细看吗 啊 这 呃 但是 冥冥之中 就是感觉那个水井里 会有些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你这种选择 万一我们去的时候被抓到 你想过后果吗 我 我只是 我只是说了我的想法 你知道你的这种想法 可能会造成我们被他们抓住 然后被当成活祭品吗 其实说的 不是没有道理 我也觉得这样有点危险 这是我的梦 你们都是我梦里的产物 我不知道你说的梦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们是活生生的人 好了好了 小薇也只是提出个建议 这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晚上去搜索 这样天黑 逃跑也方便 不然我们现在也没什么 其他的好方法了 对不对 既然没人说话 我就当你们同意了 好了 我们出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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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住了 我们要速战数学 因为不知道这个药水能持续多久 探一下经历 如果有路就去看看 如果没有 我们就立刻上来 这 就是深渊之主恩奇的灵果吗 想不到还真给你们找到了 从这个气息来看 是神奇没错 应该就是深渊之主恩奇的灵果 好了 待会再感慨吧 我们先拿着灵果出去 糟糕 神奇被拿走 这里的龙脉会发生变化 快上去 这里要坍塌了 咦 小薇呢 小薇没上来吗 小薇 小薇 快上来啊 糟糕 药尚效果正在流失 但是 感 感觉有一股心力不让我上去 救你 小薇 快醒醒 快醒醒 啊 感猛了来泡个温泉 可真是太舒服了 冬天到了 泡一泡温泉好舒服啊 嗯 等等 你这不是岩浆吗 没错 最新研发的三鲜牌抗火药剂 让你体验到温度最高的温泉 好的 我也来试试 哎 你们怎么在岩浆里呢 咋不怕烫啊 不烫啊 哎 我也来 哎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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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